各位朋友,最近美国这边好像反华反的有点歇斯底里了 我刚看到这样一条新闻,大家来看看 说美国指控一个华人工程师偷什么呀 偷美国的超高音速导弹技术要卖给中国 那位说,美国撑糊涂了 美国有超高音速的导弹技术吗 有有有有,但是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我们看看这个 说美国司法部2月7号宣布 说逮捕了一名南加州一家公司的工程师 指控他窃取美国政府开发的用于探测核导弹发射 并跟踪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技术 说加利福尼亚州的圣海和赛士的57岁的拱陈光 周二被捕,他出生于中国 2011年成为美国公民 周三晚些时候要举行拘留听证会 司法部说呢,这个拱陈光窃取的技术呢 如果被国际行为者获得 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危险 联邦检察官说呢 拱先生试图呢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信息 协助其军队 他窃取了包括于探测核导弹发射和跟踪弹道导弹 还有高超音速导弹有关的敏感的机密信息 我们知道,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行为者正在积极寻求窃取我们的技术 但我们将通过保护美国企业和研究人员的创新来对这一威胁保持警惕 拱陈光被控盗窃商业机密的刑事犯罪 根据公布的法庭文件 他说拱陈光在去年短暂的任职期间 从他工作的洛杉矶地区的一家研发公司 向其个人存储设备转移了3600多份文件 转移的文件呢 据称包括设计用于天机系统的复杂红外传感器的蓝图 该技术用于探测核导弹的发射和跟踪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 被转移的文件中呢 还包括美国军用飞机能够探测来袭的寻热导弹 并采取对侧的传感器蓝图等 这些倒是有用 说呢 这些文件呢 从拱性工程师在加州千项市的临时住所查获的存储设备上 被发现 拱晨光直到至少2022年3月之前持续申请从中国政府的项目寻求资金的 人才计划 说这个 那么这里边 说拱晨光 这些东西试图要卖给中国 可是这个 只是一个指控 现在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你说这玩意儿 人家也没准是自己的知识产权呢 对吧 这个官司还在打着呢 不知道啊 结果不知道啊 至于这些东西对解放军有没有用 咱们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啊 大家有见 这个反正是见真见智啊 你反正关于高超音速导弹的东西的话 这些解放军不用窃取啊 人家解放军领先美国好多啊 美国现在实验都实验不出来啊 是吧 都失败了啊 好吧 这是一个啊 还有一个呢 好多粉丝啊 给我发这个爆料啊 说现在这帮独轮运们又在吵 说这个一个中国的女权师 谁啊 叫这个李翘楚被重判了啊 判了多少年呢 三年八个月 好家伙 美国之轮的说法 这叫重判啊 自由轮子电台也这么说啊 是吧 法广挖边也这么说啊 重判 我说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啊 才判三年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各位啊 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呢 这个 是这样啊 这个中国呀 现在对这些女权呢 尤其是海外的势力资助的那个女权呢 保持了极高的警惕 余敏洪呢 曾经对女性的评价呢 引来了中国大量女权师的指责和谩骂啊 这个余敏洪其实说的这个话非常的有道理 对吧 这个但是呢 一部分女权师呢 是胡搅蛮缠啊 他们呢 闹得越欢 实际上呢 就消灭了社会对于女权的越来越多的这种包容啊 是吧 有些人呢 是特别的就要肃立这个性别对立 对吧 那造成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造成的中国的结婚率和生育率越来越下降 所以这些女权师受海外的资助 他们目的何在 大伙明白了吗 那就是中国的这个人口越来越少 女的啊 就越来越看不起男的 最后那就 就绝肿了呗 哈哈哈 想到那是挺长远 这包女权师是吧 哈哈哈 好吧 但是呢 一查是经不住查的 他们背后全都是一些外国的势力 你比如说 欧盟代表团啊 谴责是个李翘楚判三年零八个月啊 这个欧盟代表团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呢 官方认证呢 欧盟在中国主动爆料 这个李翘楚被提起了公诉 说这些人呢 其实把女权搞得是乌烟瘴气 给普通的广大女性带来了困扰和负面的影响 人事一点没干 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对立和价值观的撕裂 是吧 那个2022年12月9号的时候 国际人权日荷兰驻华大使馆 还授予了李翘楚2022年大使馆的欲金香奖 来表彰他在中国啊 捣乱的这种功绩啊 是吧 好吧 这个李翘楚呢 是被林仪式检察院起诉的啊 被判了三年零八个月啊 其实呢一些媒体啊自媒体甚至是有的脑筋不清楚的部门 习惯贩卖焦虑啊 帮着他们制造男女对立 善于编故事不断的吹捧所谓的田园女权啊 最近几年呢 中国的这个极端的女权人权的言论呢 在到处挑拨中国社会的仇恨 是不是啊 所以这些人被判了三年冤吗 其实你要看看这个判决书的话啊 你看看这个判决书你就知道了 这些受到外国势力资助的女权师干的是一些什么事 干的是什么事啊 你看看这个李翘楚干了些什么啊 李翘楚和他的被捕的丈夫徐志勇啊 这个掀起了一场中国的公民运动 建立了美好中国啊 互联网网站 是这个在全国啊 是干嘛呢 根据起诉书啊 根据起诉书是这么说的 2012年到2013年被告人徐志勇啊 出于就是他丈夫啊 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满 火同丁家喜等人成立和发展新公民运动 非法组织实施犯罪活动 2017年徐志勇因为这个巨动扰乱什么秩序之类的啊 推翻中国现行制度为目的啊 然后呢成立了也还成立了一个帮派啊骨干啊是吧 嗯还非法组织撰写传播煽动性的文章拍摄名为政治家的非法影片 运营中国公民运动网啊什么之类的实施组织策划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哈哈哈哈看到这个她丈夫的起诉义你就知道了 在中国呢这帮女权分子啊即便是国外这个资助的 只要没有实际的行动啊一般呢是不抓不判的 但是呢这个李楚翘呢他是继承了她丈夫的那个叫什么呀反革命组织 反革命组织要以推翻中国的政权为目的的那就不是搞女权打权的事了 对吧那还不判你啊判了三年八个月各位你们说多么这事好吧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